近日马斯克举办了一场产品发布会 介绍了新款无人驾驶出租车 无人驾驶相似货车和新一代人型机器人 我们将重点关注无人驾驶出租车 马斯克对无人驾驶技术的热情由来已久 早在2019年 他就表示非常有信心 特斯拉将在2020年 推出可运营的自动驾驶出租车 2022年 马斯克召集特斯拉高管进行了一次头脑风暴 决定将无人驾驶出租车打造成一款 比Modern 3更小更便宜 速度较慢的车型 马斯克坚信自动驾驶出租车的变革力量 认为值得将特斯拉的财务未来压住于此 并预测该业务有望是特斯拉的估值升值至5万亿美元 多年来 马斯克关于自动驾驶汽车的承诺 一直推动着特斯拉股价的上涨 然而梦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马斯克此前曾多次推迟自动出租车的发布 使他的个人声誉 以及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战略备受质疑 此外 近期多名特斯拉高管相继宣布离职 其中4位为马斯克的直接家属 这一系列事件令资本市场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经历了这些风波之后 大家终于迎来了发布会 然而发布会延迟了近一个小时才开始 据传因为一名身体不适的人员需要紧急医疗 出于人道关怀立即进行了护理 但这一小插曲并未削弱观众的热情 这场发布会在马斯克的X社交媒体平台上 吸引了大约400万人观看 在发布会上 马斯克强调一辆无人出租车的成本 应该会低于3万美元 为什么这么便宜 特斯拉的无人驾驶车辆依赖人工智能和摄像头 而不是其他自动驾驶出租车竞争对手 常用的昂贵硬件如激光雷达 马斯克认为激光雷达传感器过于昂贵且没有必要 然后专家认为从技术和监管的角度来看 马斯克的这种方法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 马斯克形象的比喻到 由于少数人就能管理一个庞大的无人驾驶出租车车队 人力成本大大降低 这就像牧羊人管理羊群 马斯克此方话 无疑为了吸引更多人加盟特斯拉的无人驾驶出租车车队 即购买特斯拉自动驾驶出租车的消费者 除了自用外 还可以在闲暇时间将车子出租赚钱 这点有点像汽车版的爱比营 特斯拉将从中抽取一部分费用 其余部分归于车主所有 这种特殊模式无疑成为特斯拉 区别于其他竞争对手的独特亮点 从整场产品发布会来看 马斯克不仅没有详细介绍技术细节 外观和内饰设计也会明确落地日程 他还完美地回避了市场售价 应对监管和同行竞争等尖锐问题 此外传闻中的打车应用软件也没有提及 这款软件的缺席 使外界对特斯拉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的完整性 和实际计划的实施产生了疑问 此外今年第三季度特斯拉的汽车交付量低于预期 外界注意到马斯克将重心转向无人驾驶出租车 并取消了制造更小更便宜车型的计划 这一决定被广泛解读为 应对电动汽车需求放缓的举措 原因在于激励措施和低成本融资 未能有效提升对特斯拉老旧车型的需求 尤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 约20分钟的简短介绍未能打动资本市场 导致发布会次日10月11日 特斯拉的股价在每股交易中大跌8.78% 收于217.8美元 这一跌幅创下了自8月5日以来的最大记录 当日市值蒸发近700亿美元 与此同时 金融对手如网约车公司优步的股价 则大幅上涨10.81% 创下历史新高 结果如马斯克之前所言 特斯拉无人驾驶出租车产品发布会当天 这将是载入史册的一天 资本市场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在公共道路上部署自动驾驶汽车方面 特斯拉已经落后于一些竞争对手 而要将其自动驾驶业务商业化 可能还需要数年才能获得监管方的批准 此外自动驾驶技术的成熟或许还远未达到理想状态 自动驾驶技术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是公众和投资者关注的重点 发布会上会详细说明这些关键数据 难以让投资者相信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出租车能够顺利实现商业化运营 首先在美国本土市场 缺少方向盘或踏板并不符合联邦车辆安全法的要求 马斯克仅表示 完全自动驾驶将很快实现 预计明年将在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推出无人监督的自动驾驶服务 尽管特斯拉和马斯克坚称 全自动驾驶的安全性已经超越人类驾驶员 但测试过该服务的外部人士发现 如果没有驾驶员频繁干预 车辆很容易发生碰撞 驾驶员平均每驾驶13英里就需要介入一次 即使这项技术如马斯克所宣称的那么先进 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也可能面临困难 无人驾驶汽车发生事故 可能导致监管机构下令停止运营 而这一风险在使用人类司机的服务中并不存在 在发布会上 特斯拉未能充分展示其自动驾驶出租车技术相比竞争对手的明显优势 这导致投资者信息不足 美国市场的分析师认为 目前特斯拉的无人驾驶出租车 仍难以撼动优步等出行平台的地位 因为后者已经建立了大规模的运营网络 即使特斯拉无人驾驶出租车价格更低 但运营庞大自动驾驶车队的成本和复杂性仍不可小觑 尤其在用户需求高峰时段 特斯拉坚持采用纯视觉的技术路线 虽然在成本上可能具有一定优势 但在复杂的环境下 感知和应对能力受到质疑 一些专家甚至指出 部分公司采用多传感器融合的技术路线 在感知能力和安全性上更具有竞争力 目前自动驾驶出租车领域竞争十分激烈 传统汽车制造商和科技公司都在积极投入研发和测试 已经有一些公司取得了显著进展 例如作为美国唯一运营收费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公司 威莫背靠谷歌车队规模约为700辆 并于今年在旧金山向所有消费者开放了 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 8月份威莫宣布其每周的付费乘车次数 已经达到10万尺 作为国内对标威莫的重要玩家 罗伯快跑相继取得了许多成就 第6代无人车已经在实际道路环境中 进行了大规模系统化的测试 百度的罗伯快跑在中国多个城市开展运营 订单量持续增长 截至今年7月28日累计订单超过700万单 就在特斯拉无人驾驶出租车发布会前夕 罗伯快跑传出重大消息 计划进军全球市场 并可能在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东等地 测试和部署无人驾驶出租车 在全球自动驾驶领域的三大巨头中 特斯拉、威莫和罗伯快跑各自选择了 不同的发展路线 特斯拉和威莫都采用了单车智能模式 而罗伯快跑则开创了 单车智能加车路协同的全新模式 在单车智能流排中 两者又有所不同 特斯拉依靠视觉驱动系统 只要利用摄像头和机器学习算法 进行环境感知 并通过全球车队的数据 进行软件更新与改进 而威莫则结合了激光雷达 摄像头和雷达等多种传感器 其系统在测试阶段 已经建立了详尽的地图 帮助车辆更好的理解和预测周围环境 罗伯快跑的单车智能和车路协同模式 则将车辆的自主决策能力和实时获取的交通信号和路况信息相结合 实现了更智能的导航 在人工智能大模型带来的技术机遇下 沉寂了一段时间的自动驾驶行业 再次迎来了新的爆发 根据预测 随着技术的进步 政策的支持 以及成本的降低 无人驾驶出租车 预计将在2026年左右 实行规模化落地 到2030年将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 届时 全球无人驾驶出租车市场规模 有望突破3万亿元 无人驾驶时代的到来 不再是会不会的问题 而是何时的问题